俄军坦克车伴随火光冒出浓浓黑烟 镜头拉远一看 整个平原弥漫烟消 俄罗斯战车与装甲车残骸散落一地 插上乌克兰国旗 乌军在第二大城哈尔科夫再传捷报 黑海地区也传出好消息 遭俄罗斯占领的蛇岛 岛上许多俄军据点 坦克车与通讯设备 连番遭土耳其制 骑手无人机轰炸 不久前两艘俄罗斯猛擒快艇也遭摧毁 完整体现当初镇守蛇岛的乌军 所说的这段话 只是回想俄军入侵 当时驻扎蛇岛的士兵 扎卡布鲁克仍云记犹存 战争初期蛇岛立即沦陷 许多乌军遭到俄军拘捕 长达五周 扎卡布鲁克表示 不少人在被囚禁期间 只穿着短袖 就被俄军丢到冰天雪地中 接受质询 甚至还强迫乌克兰士兵配合演出 如今在俄乌换服下 许多蛇岛士兵力竭归来 扎卡布鲁克也决定和另一半 结为连理 把握当下 珍惜眼前的幸福 三里新闻 谢天豪报道 多谢